云米线投诉风波 小米的兄弟怎么了 随着云米冰箱强制播放广告 相关话题的热度越来越高 云米科技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昂尖 近日 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 自家购买的云米大瓶冰箱强制播放广告 且无法关闭 在小米生态链中 云米主要负责产品技术研发 工业设计和外包生产环节 产品生产外包 而小米则主要负责销售部分 云米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包含产生的收入 及小米售后50%的毛利润分成 据4T4案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有望 翻倍达到8182.8亿元 预计2017至202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5.8%